朋友们好 我是悠悠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鸽子的 饲养管理 有的朋友就是问我 说悠悠啊 我这个小鸽子什么又瘦又小是不是 体内有虫 这个是没有虫的啊 小鸽子从出壳到100日龄的时候 它体内都是很干净的 只有那个三个多月后的 它们有可能会有体内虫 那是你平常喂的食物里面 就好像是鸡跑土吃一样的那种 它会容易有虫的 要是粮食很干净的话基本上鸽子不容易有虫 我里面都有掺那个花椒籽的 基本上没有做过驱虫 看总鸽的分辨也很好 小鸽子老是吃不怕 饲养的过程中啊 我们要把这个食物 每天供应着 比如说我这一对鸽子 连喂小幼仔 他一天 能吃两个杯子这样的 我至少要给他放个三倍在里面 要超过于他所需要的食量 这样呢吃饱之后 他就去喂小幼仔 现在是早上 小幼仔的肚子现在还是有食物的 哇塞这个还还多一点感觉 看到没有 这样证明小幼仔就是在不停的吸收不停的发育 小幼仔是很需要食物的 特别就是七日零以后 是一半鸽乳一半原粮 那时候他们就很能吃了 我这个鸽子老是我感觉好像用眼来瞪着我那种感觉 我有点感觉到恐怖 他这个眼睛就这样很爆的 顺便来看一下这个红色大鼻子配这个瓦灰出的小幼仔的颜色现在能看出来了 这一个应该是鱼点之类的 他俩很容易出鱼点 但看着又像瓦灰啊 这是一只红蛋 无庸置疑的颜色是红的 像我这样喂小幼仔你看小幼仔的分辨 不是说这一对啊 这边都是 食物整天供应的 这个比较挑食能看出来 他这个里面吃的就剩那个 稻谷和花椒籽了 如果我要是继续饿他们一下 中午都等不到的 这个饲料就会吃完 有的朋友就是说 这个稻谷啊 吃了总隔反厨 反厨的话会容易拿到喉咙 就是说吐出来的时候会 刺到喉咙 会导致毛地虫超标 我这这个稻谷还是比较长的 没关系的 我没看到他们有什么异样 主要的是啥 我们养鸽子的过程中一定要细心 比如说该做预防的时候做预防 不能说预防不做 他就是不吃到这个稻谷 他也会超的 平常要做个预防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呜 我们下期再见